2013年 一荡亲子综艺爸爸去哪儿横空出世 让大家看见了明星养娃的差距和状态 一众萌娃也收获了网友的喜爱 爸爸们更是借娃走红 事业平不清云 如今九年过去 萌娃们怎样啊 萌娃中争议最大的就是黄多多 多多当年参加节目是年龄最大的孩子 在节目中一直充当暖心大姐姐的角色 但因为太懂事也引来不少争议 喷子说多多早熟是去平真 而多多也不过才八岁 多多继承了黄磊和孙丽的颜值优点 小时候就清秀可人 长大后也没有网友猜测的长残啊 反倒是更加亭亭欲立 黄磊两口子也很开明 尊重多多爱美的权利 哪怕是打耳洞 染发也没有干预 还在网友攻击多多学坏时 站出来为孩子发声 所以多多不用顾及那么多 活出了真自我 也得到了所有人都羡慕的童年 他爱美也没有耽误学习 除了成绩优秀还一身才艺 当情比赛拿大奖 英语也非常优秀 曾为电影配音 受父母的影响 多多15岁就在话剧舞台上表演 样子也很孙丽神似 以后也会是内于一颗 冉冉生起的星星 5岁的森蝶参加节目时很爱哭 他和多多一样靠颜值取胜 获得万千网友的喜爱 虽然森蝶爱哭 但他也很懂事 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各种任务 森蝶外表是小公主 内心却是个女汉子 遗传了爸爸的运动基因 一身充沛的精力 被大家调侃是疯一样的女子 下节目后 森蝶更是按照老爸的要求 将各种运动尝试个变 打网球 滑滑轮 网滑板 简直就是漫画中的人气少女 田亮不忙时还会带森蝶踢足球 森蝶的运动天赋极强 跑步 标枪都拿过奖 田亮骄傲地晒出成绩 除了运动天赋 森蝶的艺术天赋也很优秀 钢琴小提琴一样不辣 贝尔参加节目也是5岁 节目中贝尔性格很讨喜 没事自己就会碎碎念 唱歌也很好听 这个优点在节目中被注意到 录一下节目就给女儿安排了音乐课 经常晒出贝尔自弹自唱的视频 如今贝尔的个头已经要追上妈妈 一家四口的大长腿同矿石总是格外细精 王诗林上节目只有4岁 虽然被李相父养着 但身上没有一点公主病 平时很少哭闹 还是自来熟 射牛到跟村里的爷爷都能闹上科 你在家里好好啊 王悦伦一看就知道很少干活 尤其不擅长做饭 不是没熟就是糊了 即使这样王诗林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下节目回到李相身边 王诗林又成了一身名牌的小名媛 跟着李相出席各种活动 举止大方招人稀罕 还凭借自己超高的国民好口 拿到很多影视资源 李相抚养的同时 也很注重对女儿的全方面培养 几乎是琴气世话样样精通 跟刘欢学琴俩人上演四手年代 跟画家爷爷学画 小小年纪一幅画就卖到上万 如今王诗林进入贵族学校学习 住在安妮公主住过的房间 一年学费高达65万 曹哥女儿Grace跟其他女孩都不一样 她是因为丑门获得大家的喜爱 别看她年纪小 上节目只有三岁半 但她喜欢以姐姐自称 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没有胖肚肚子 是我的肉很多 呆萌可爱的样子 加上有趣的童言童语 Grace圈粉无数 没想到长大后Grace模样大便 退去了婴儿肥 她身材云衬纤细 能看出模特妈妈的影子 五官张开后 Grace成了一个小甜妹 和哥哥一起出现画面很养眼 节目中最受宠的女孩 是夏克莉的宝贝闺女夏天 混血的夏天一出场 就自带公主光环 吸引所有小男生的注意 睁着往夏天身边凑 夏天性格开朗 看着像公主 却完全没有公主脾气 和谁都能打成一片 这也让老父亲夏克莉头疼不已 生怕女儿被其他男孩占了停 录完节目夏克莉 很少曝光女儿的动态 带她一起尝试各种户外运动 在和大自然的亲近中 夏天也晒成了小麦色 显得更加阳光 如今夏天13岁了 不少网友觉得夏天长残了 你觉得夏天变化大吗 考拉6岁时 和继父张伦硕一起参加爸爸去哪 也是节目中唯一一个在组家庭 考拉皮肤白皙大眼睛 很像一个洋娃娃 她的性格也很好 像大姐姐一样照顾弟弟妹妹 如今考拉长大了 中立体的完美基因愈发明显 考拉的颜值在新二代中 都算是佼佼者 加上学舞蹈养成的仪态和气质 她成了时尚秀场的种 小小年纪走秀时毫不怯惨 有妈妈当年的风采 爸爸去哪大获成功一年后 蓝台也紧跟着推出一档 爸爸带娃的亲子综艺爸爸回来了 让大家认识了更多新二代 这档节目的一姐非甜心莫属 小甜心上节目时还不到三岁 但她反应很快京剧评出 最有名的就是那句《翻着白眼回爷爷》 我们白子呢 我们白子呢 不靠这档节目 三流的贾乃亮小伙一把 之后没少利用好爸爸的人设宣传 如今天心九岁了 虽然经历父母分开 但李小璐将她保护得很好 并没有受到影响 变得愈发自信大方 李小璐也培养女儿全面发展 唱歌跳舞样样优秀 现在似乎要往模特上培养 最难得的 是李小璐并不是一位富养女儿 分得清什么时候该穷养 什么时候该富养 还用行动告诉甜心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2022年的六一儿童节 爷的小朋友都在过节 甜心却为了三十元摆摊一天 李小璐默默陪着 为自己女儿骄傲 无尊女儿宁恋是节目底颜值担当 她继承了爸爸的高颜值 凭借软萌可爱的外表 俘获无数网友的心 如今宁恋12岁了 长相依旧精致可爱 在父母的培养下多才多艺 拿到不少奖 除了念念 李小鹏女儿奥莉也凭借高颜值出圈 平时奥莉扎着两个可爱的丸子头 看上去神似小魔渣 被网友称为猛神 奥莉有个体操冠军的父亲 没少被强迫进行体操训练 才四岁就拥有了马甲线 实在让人羡慕 而奥莉并不反胆体操 说不定以后也是个体操好苗子 奥莉和甜心是一对欢喜冤家 两人一白一黑 一个外相活泼 一个娇汉可爱 在一起是格外有趣 现在奥莉长大了 越来越像妈妈 有网友觉得奥莉长残了 没有当初经验 你们觉得呢 霍思燕的儿子恩亨 陆杰牧师年纪只有一岁半 会说的话都是寥寥无几 但大部分都是英语交流 这不耽误她的可爱 在另一档综艺中 能看出她的懂事 和对妈妈的爱 恩亨这么好的性格 都是因为出生在一个有爱的环境 不少网友都向夫妻俩询问 如何养出这么个可爱的儿子 如今恩亨九岁了 和杜江一样帅气 再过几年都能演校园剧男主了